蜂蜜 蜂蜜事實上是長期被忽視的一個很重要的保健食物 因為台灣自己產蜂蜜 而且我們很幸運的在全世界的蜂群崩潰生活群裡面 我們台灣並沒有受到波及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蜂蜜怎麼用 所以浪費掉這個蜂蜜 蜂蜜在賓州州立大學做的一個 105個小朋友的對照研究裡面就可以發現 蜂蜜甚至比我們咳嗽糖漿的止咳效果更好 那後來以色列的科漢醫生 他也用了300名小孩子做了一個雙盲的研究 他也證實說睡前給他吃蜂蜜加水 晚上小朋友比較不容易咳嗽 比較不容易驚醒 這個研究還發表在非常頂級的期刊 叫小兒科期刊上 Pediatrics上面 甚至於九咳不育的時候 很多人醫生都逼不得以用到肋骨醇 來對抗這個長久的咳嗽 有人感冒說一咳咳了三個月 那其實他發現蜂蜜比肋骨醇 對於九咳不育的效果更好 但是在咳嗽方面他就有很好的應用範圍 所以我們有些古方 什麼琵琶糕裡面其實就加了很多的蜂蜜 顯然我們中國人也知道 蜂蜜對於這個抑制咳嗽的效果 那當然他不是只有抑制咳嗽啦 就像我在我開的這個廣山區 這個健康廚房裡面 這個餐廳的內場跟我家的廚房裡面 都擺了一罐蜂蜜 不是給人家吃的 是怕這個內場的這個大廚們 廚師們被火燙到 被油噴到 大家不要忽視蜂蜜的療效 因為蜂蜜在英國外科學會 認為是一二級燙傷的首選藥物啦 不是我們的 含銀的抗燙傷的藥膏 也不是優點喔 蜂蜜是首選喔 為什麼 因為蜂蜜除了可以抑制細菌 可以讓傷口 發炎反應減低 可以減低疼痛 而且可以促進內皮成長 所以傷口好比較快 那大部分的燒傷藥膏 優點都會阻礙內皮的生長 而且對止痛效果都不好 所以蜂蜜有好好的價值 像我有一個病人在門診跟我抱怨 被那個機車的排氣管燙傷 他說他搞了兩個月都沒搞好 我叫他回去 每天塗兩隻蜂蜜 塗完之後用紗布給它包起來 變成說一個禮拜就好了 所以這個在我家不是只有內服的 它是一種萬用的一個很好的東西 我們發現蜂蜜非常養胃 所以蜂蜜本身可以降低胃癌的風險 那這個怎麼來的呢 被發現說可能是因為蜂蜜可以抑制幼門螺旋菌 那幼門螺旋菌認為是一個自來性的感染 可以引起胃潰瘍 可以引起胃癌 其實蜂蜜對抗細菌的效果 不輸國外進口的 像紐西蘭的馬鹿咖蜂蜜 號稱醫療等級的蜂蜜 台灣的龍眼蜜 以宜蘭大學動物系陳育文教授的研究 它的抗菌環比馬鹿咖蜂蜜都還大 代表抗菌能力更強 它對癌症病人有很多好處 比如說它可以對抗電療引起的口腔炎 因為電療過之後有時候嘴巴就會一直發炎 蜂蜜可以抑制這個發炎現象 在化療病人常常白血球降低 蜂蜜也可以阻止白血球全面降低的風險 因為我們知道癌症病人白血球降太低 就不能進行下一步的化療 而且甚至會發燒嚴重感染 敗血症的風險 所以化療的過程中吃吃蜂蜜蠻好的 蜂蜜不但可以抑制這個三三半油脂 在研究裡面發現它可以降低8%的膽固醇 降低11%的低密度膽固醇 可是可以增加2%好的膽固醇 叫高密度膽固醇 它也是唯一可以作為糖尿病病人的代糖 因為它不會增加血糖 其他所有的包括一些阿斯巴田等等的甲糖 都會增加血糖病人的 胰島素的分泌 都會增加糖分事後的升高 只有蜂蜜不會 所以它是目前看到的唯一的真正有效的代糖 不過它有它的缺點 蜂蜜不能跟熱水泡在一起 跟熱水泡在一起它很快就會發酵 所以它很快就敗壞掉了 所以它只能用冷水